再次第幾集 又回到我們嬌米雲來跑步 你好大家好 我是莫娜 你看你的上背 是很前傾的 從這個完全側面的角度看起來 所以你的在很前傾的狀態下 著地的瞬間你的下背負擔 好我們要加到170囉 哈囉大家我是你叫楊主任 又回到我們嬌米雲來跑步 已經不知道第幾集了啦 但今天我身邊有一個重要的來賓 我們先請來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你好大家好我是莫娜 這一集我們先來健檢一下 目前你在跑步上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點 或者是哪裡傷痛啊哪裡跑不久啊 或什麼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遇到的問題 目前遇到的問題就是我如果只要跑長距離 大概5公里以上吧 我腳底板就會開始痛 5公里以上就長距離嗎 等一下 太早跑了啦 5公里以上腳就會痛 這是第一個 好那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容易腰痠 OK腰痠也是一個常見在跑步姿勢 如果不正確可能會受影響的一個小小的困難點 還有沒有其他的 然後我覺得就是我想要練習讓速度加快 但我做不到 我對自己沒辦法太狠心 我很仁慈對待自己 好那我們等一下就先看一下 第一階段先幫你看一下跑姿的動作 是不是因為動作上影響了可能腳會痛 或者是腰痠的問題 那第二part我們再來用不平 稍微來帶一下從頻率去改變 看速度能不能有效的提升 OK那我們待會就從健檢開始 Let's Go 就用你平常跑步的感覺跑就好 預備 Go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慢動作版本 對 有看到自己的跑步動作嗎 嗯有 目前看起來啦 你有看到什麼問題點嗎 完蛋我看不出來 是手比較高嗎 就第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難怪你會腰痠 因為你的著地的瞬間 你看你的上背是很前傾的 從這個完全側面的角度看起來 所以你的在很前傾的狀態下 著地的瞬間你的下背負擔其實很大 因為你上半身太前傾 可是其實骨盆沒有推出去 所以骨盆往前推 才可以讓你的下背負擔不會這麼明顯 就是以身體側面來看 我們在往前移動的時候是一起前傾 不會只有上半身前傾 所以這是第一個 可能改善會讓下背不會這麼疲勞的點 第二個是因為你的身體前傾 所以其實連帶影響的就是你的骨盆會在後面 這個斜線是像這樣的 整個人斜斜的 當你是這樣斜線的時候 你的骨盆角度就會被卡住 這也是大部分跑者會遇到的問題 因為這樣 所以你的腳就必須要往前伸出去跨步 所以著地的瞬間就會 第一個是腳跟著地 不是說很快的滾動 因為你的骨盆還沒跟上 所以你就會有一個先煞車 然後這個時候就比較容易造成 就是你的衝擊明顯一點 腳跟著地 可是骨盆其實在後面 一著地的瞬間 其實你看你的著地的瞬間跟你的重心 如果把它畫兩條線的話 你的這個線距離越大 前腳要受的衝擊就會越明顯 因為你在往前伸的時候會有個阻力 可是如果你可以讓你的腳 要控制在身體重心下面 大概像這樣的位置著地 就會讓你的阻力比較小 因為你著地的瞬間就是滾動了 它就只是滾過去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針對 第一個就是上背不要太前傾 然後是用骨盆往前的這個當作 第一個訓練 然後第二個就是在著地之後 不要讓你的腳小腿有刻意前伸的部分 通常這兩個改善之後 應該錄起來就可以有很明顯的改動 然後再來是你會讓你真的跑動的效率 可以再好一點 不會覺得想快快不起來 但如果你用這個動作 確實快不起來 因為你每一步都在煞車 然後你要很用力跑 可是速度又不會變快 我第一次知道自己跑步的問題在哪裡 好酷喔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會針對這兩個小缺點 來稍微調整一下 然後再調整過後 理論上速度就可以變快 好 所以速度不是你現在遇到的問題 你現在遇到的問題是動作來影響的速度 速度只是結果 我們要先把那個中間的變音改變 好 好開始特訓 好 好可怕 好那我們剛剛講到的這個下背的問題 我們再跟大家說明一下 通常在側面看起來 大家可以在電視前 不是在電腦前 也可以試著摸著你的下背 然後你可以試著把身體上半身往前 對 當你上半身一往前的時候 下背就會肌肉會用力 這個時候其實就是有下背在負擔 所以我們在跑步的時候 好可以先回來 我們要看起來從這個側面這個線 要一起往前 才會讓你的骨盆不會掉在後面 讓你的下背張力太大 所以我們等一下練習的就是前傾的練習 從屁股出發 你看如果這條線 然後只有上半身往前 這個折角就是你的腰的位置 它的負擔就很大 但如果你的上半身往前是核心出發 一起往前 這個時候你的下背就不會把負擔放在只有一個位置 而是全身一起吸收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會先練習前傾的訓練 然後待會試著把 用肚子的力量把彈力帶推走 想像你這邊有一條線 肚臍有一條線 把你一直往前拉 所以你要把彈力帶 我會給你一個主力 然後你要把它往前推 但上半身不要出去 上半身不要出去 好我們試試看 好然後 我現在給你一點點力量 好屁股稍微往前推 對對對對對對 那上半身 上半身再稍微自來你 不要那麼後仰 對對對就成一個直線 對對對 好我給你更多力氣囉 屁股再往前多一點點用力 再多一點點 3 2 1 好腳踩出來 快跌倒的那一刻就往前踩 快跌倒的時候往前踩 所以我們剛剛做的時候其實就不錯 你的這個直線是一起往前倒 不會只有上半身 好等一下我們再多做幾次練習 好酷喔 屁股收上半身回來 屁股再夾多一點 再出力 上半身回來上半身跑出去了 上半身直的是嗎 肚臍推 對從肚臍出發 好上半身一起跟上 好再推再推再推 好難意會 好腳踩出來 對很好 維持上半身再回來一點點 肚子走而已 對很好 好大概就像這樣的感覺 那我們等一下會用這樣的方式 加上原地跑動 所以我會一樣給你阻力 可是你要有一個持續的 原地抬推跑的感覺 好 但你不能把這個往前推住 彈力帶的力量不見 所以你肚子要始終感覺你推著彈力帶 聽起來會很累 好 從肚子出發 肚子出發 再多一點 所以我核心要有力量嗎 對 感覺是肚子在用力 好大腿抬高45度 對對對 然後手擺快 1 2 1 2 1 2 很好維持喔 對像這樣的感覺 4 3 2 1 好休息 好 好 哇那個 核心要很用力欸 就是你的肚子要始終感覺 保持要一直往前hold住的力量 可是如果你沒有核心處理 就會下背處理 就會掉下來 跑步是要用核心喔 當然當然 跑步很重要的核心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等一下把它綁在桿子上 然後你跑的時候我幫你動態調整 好 往前跑的時候就是原地跑 可是這樣如果你的肚臍沒用力掉下來了 就會變這樣 只有上半身出去 這就是以前的握 這時候腳就會很重 所以我們要做的是屁股回來上半身握 屁股往前上半身回來 在這個側面跑起來的時候 你的力量感覺應該是全身一起分擔 不會只有上半身或腳一起分擔 好我們試試看原地跑 好來go 肚子要往前多一點 好上半身回來 好大腿往前抬 往前進方向抬腿 對1 2 1 2 1 2 很好 對 好你現在試著幫我把上半身前傾 對 這個時候你有感覺腿變重啊 大腿前側 有 會應該感覺大腿前側刺比較多力 比較緊一點 好接下來上半身回來 從肚臍出發 從肚臍出發 對對對很好 從肚臍往前拉 現在這裡往前 對核心出力 這個時候你應該感覺是全身都在出力 不會只有局部大腿在用力 肚子好緊 所以跑的時候會從肚臍往前 持續的核心往前推 對很好 4 3 2 1 好休息 所以在往前的過程啊 盡可能就是要讓你的上半身 下半身整合起來 不能只有局部在用力 但如果你的上半身往前 它就會讓你的骨盆下沉 負擔就會在大腿前側 你就會跑不久 所以我們要盡可能維持這個直線 是一個直線沒有不見的 對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多做幾項練習 好 然後你再把彈性再拿掉去跑看看 好 應該就會覺得好像比較輕鬆 好 突然可以跑快的感覺 開始有一種那個 有做那個腹肌核心操的感覺 要要 跑步核心痠痛是正常 如果你跑步沒有核心痠痛 代表你肚子都沒在用力 對好 收下巴 始終從這邊出發 對 對很好 維持大腿抬 6 5 很好喔 4 手擺快一點 3 2 1 OK 休息 好 我叫你手擺快的原因是因為你的白手 其實是控制你的患步頻率 可是當你在原地跑的時候 很多人會想要把彈性再拉走 就會 對 很大力的往下踩 可是這樣肌肉反而會支撐就很久 跟跑步一樣 我們盡可能把步頻縮短 就是把你留在地板的時間縮少一點 才可以讓你的患步節奏變快 腳才不會那麼快疲 我們到底試跑一次 感覺上有沒有不一樣 好 我希望沒有彈力神 我還記得怎麼跑 好 來 我們試一下彈弓發射 現在先原地跑 原地跑不夠 大腿抬 小腿不要勾 對 然後手夾腳小一點 手夾腳小一點 對很好 然後稍微靠著彈力帶就好 不要往前衝太多 好 對很好 節奏維持喔 換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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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準備3 2 1 GO 對肚子往前推 手往後擺 好 1 有嗎有嗎有嗎 我覺得還不錯 真的喔 看你自己體感上感覺不一樣 很神奇耶 蠻特別的 有感覺什麼樣的差異 就是 好像有比原本舒服一點點 然後 沒這麼用力 沒這麼用力 然後好像有 比較快一點點嗎 還是錯覺 有一點點啊 動作上其實因為你的腳 沒有這麼下沉 所以你 應該說你要再加速 還可以加速 可是原本的動作 你可能已經極限 沒辦法再跑更快 我沒有體驗過 這種跑步耶 OK 沒有善用髋關節 重心 沒有人生沒有髋關節這個地方 等一下我們再多跑幾次 然後我們就稍微做一個 長一點點的加速跑 讓你感覺一下 你有沒有覺得速度變快 然後我們在後面再加入 負平的調整 好 好酷喔 我們再跑一次 好來準備 上半身回來一點點 肚子而已 3 2 1 GO 對 手擺快維持 OK 我覺得它沒問題了 原本遇到的下背痠痛 還有腳的問題 基本上就是重心 核心的位置可能沒有跟上 所以讓它重心角度一直是 肚子掉下來的狀態 空彎節卡住 所以其實 重心的位置影響它蠻多原因的 但目前看起來 重心如果有跟上 它的速度的問題就可以改變 那第二個現在看起來的問題 是它的步屏可能不夠快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做 一兩圈的小小的步屏練習 讓它試著把頻率加快 感覺一下會不會有更好的差異 我覺得那個 哲瑞幫我調整過後啊 就是跟我原本跑起來 感覺超不一樣的 我第一次用這種感受來跑步 然後我覺得有比較省力一點點 然後剛才在往前跑的時候 好像有比較快喔 我覺得有比較快 我覺得好像有進步 好然後接下來聽說 我們要來訓練我的穩定步屏 哇希望我可以好好的進步跑很快 你等一下聽它的節奏 它就會四拍叫一次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所以你聽到它叫一次 你就都要在同一個腳上 對 例如說你都是左腳開始 你就是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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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吊一下 我就左左左左左左這樣 第二次你就要跑四步 嗯好 ok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的是不平練習 因為目前看起來 Mona的頻率其實有點偏低 所以會讓你跑步的時候 觸地時間太長 但觸地時間太長 就是肌肉使用的時間就會太久 這個時候就跑不久 所以才會覺得你跑五六K 可能就覺得很累 那這個時候其實是累積而來的 如果你可以在每一步 都可以減少你的觸地時間 你的肌肉使用的時段 就可以越來越少 這樣就可以讓你跑比較持久一點 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讓你跑 過程當中去從一百六 一百七一百八 每分鐘的不平 來做適應調整 然後去感受一下 在不同頻率上 跑起來的感覺差異是什麼 好 那我們就出發 我們手錶雖然已經設定好了 那我們現在先從手機一百六十開始 好 先主要聽我手機的那個節拍器 一百六十下每分鐘 好 OK 那我需要按我的錶嗎 要要要還是按一下 好 來 Go 好跟著這個節奏 一二三四五 好手記得剛剛提醒的小一點點 對對對 好再慢一點喔 跟著不平節奏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有沒有覺得節拍比較低 一百六 跑起來就是好像比較輕鬆 可是速度不快 對 因為你的換步就是 始終沒有辦法往上提高不平的話 其實腳的節奏就會比較慢 好我們要加到一百七囉 好 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 開始沒跟上囉 腳步一點 五六七八 對 一二三四 四五六七八 對 抽下吧 好 感覺剛剛肚臍往前的力量比較不見 對 很好 現在節奏還有在上面喔 抽下吧 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緩合一下 緩合一下 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到這邊為止囉 大家掰掰 有差耶 在不同的步屏上面呢 對 會感覺到的是 當我頻率越慢 我的腳留在地板時間就會越久 肌肉的使用感受上會比較明顯 對 可是相對來講不會這麼喘 嗯 到一百七的時候 會比較接近可能 頻率剛好 但是速度也還OK 可以駕馭的狀態 嗯 等到一百八的時候 你會覺得換步變快了 可是你的肌肉停留在地板時間很短 但是你的心肺也變喘 對 因為你的換步節奏很快 有 後面開始也覺得有點吃力 有點喘 有點吃力啊 那像那種超級馬拉松那種人的步屏 就譬如說 他跑42K都拿第一枚的那種 步屏是多少 普遍以前的精英選手 大部分 42K如果在兩個小時 20 兩個小時 30分內 步屏一定就是180以上 180以上 是大部分 對 那可能會到185 190 這就看大家的身高改變不太一樣 可是其實不一定所有人都可以往180的步屏去邁進 因為畢竟 剛剛你有感受到 當我頻率加快 對 心率就會變喘 對 就是會變得有點辛苦 所以其實這個會依照你的身體可以承受的範圍來做微調 那180是一個可以追求的數字 但是它不是絕對值 不是說你什麼能力都好180 這樣就有點盲從了 對 所以以你現在的狀態我覺得適合可能從170到175 開始練習 先開始練習 以這樣的速度 對你目前的配速來講這個頻率是比較適中的 就是不會太喘 可是你又可以用這樣的速度來完成可能一圈的距離 所以接下來就是要從手錶開始練習 讓它可以提醒你用170步屏每分鐘 然後來完成你的跑步訓練 對你來講會比較輕鬆一點 好 OK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要稍微解決你目前可能腳會有點不舒服的狀況 那通常應該是鞋子的問題 因為我剛剛覺得你上一雙鞋的鞋楦有點窄 那一按旁邊 就是一按旁邊這裡你就會碰到你的骨頭 那其實很明顯就是你的鞋楦在比較窄的情況下 跑久了腳會有點水腫比較腫脹 那其實是這樣的情況一直跑 確實外側會比較不舒服 所以目前這雙應該是稍微比較合適 很有空間 但是我們還是教大家稍微如何放鬆自己的腳底 所以你可以把不舒服的鞋子先脫掉 脫掉 然後踩在滾筒上 然後待會踩在滾筒幫我先做前後滑動 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踩到感覺越來越痛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找痛點停留 膝蓋可以微彎 然後雙手放在膝蓋上 對 這樣就加壓 然後讓它的足底可以得到適當的放手 對 那通常會因為鞋子啊 就是你的這個炫頭可能太窄 會有可能就是因為你看腳這樣在鞋子裡面 當你炫頭太窄的時候腳就會被拱起來 當腳被拱起來久了 其實足底還是有一定程度會有疲勞的累積 所以我們就盡可能把足底的放鬆開來 讓你的腳不會這麼緊繃不舒服 對 所以選鞋還是蠻重要的 就是你還是要選一個 炫頭比較適合自己啊 然後前後空間還是要 當然好看也是很重要 對 就是要兩個並行的情況下只要合適的 好差不多 接下來我們換外側 然後把你的 外側其實在這邊有個骨頭 骨頭的前面跟骨頭後面 但你目前應該是骨頭的後面 然後開始做加壓 膝蓋一樣微彎 哇這邊會比較有感覺 有痛嗎 應該是這個地方太緊 但這個地方其實也會直接牽連到 後側的小腿周圍的肌群 所以 踩住之後是一個方式 那可以的話你可以加腳趾頭的抓法 把腳趾頭捏到最緊放開 有點痛的感覺 對啊 但它就是讓筋膜在上面做一個良好的放鬆 然後這樣的話 長做啊 一個禮拜可能可以做個一兩次 對於你的足底張力也可以得到 適當的放鬆減壓 比較不會有可能常見的類似 就是足底筋膜炎這樣的不舒服產生 我們等一下最後一個 就是小練習 我們就用170聽手錶的聲音 然後跑一圈 好 就最後結束了 然後我們就再感受一下 用這170跑完一圈 體感上疲勞程度啊 或是跑起來的感覺怎麼樣 好 看能不能跑完一圈 才覺得我好像還可以跑個10公里 然後我就這邊跑21K再回家 好我相機就架在旁邊 先不要先不要 OK 我們接下來最後一個階段 用170跑完 好 好 出發 Go 好 再慢一點點 好 要手小一點 這個夾角對小於90度 對對對 3 4 1 2 3 4 再快了 太快了慢一點點 剛好就好 1 2 3 4 又太慢了 再快一點點 1 2 3 4 1 2 3 4 對 這個速度 目前來講應該是比較適合你 就是比較適中 然後感覺上 剛剛肚臍往前拉的這個 這個感覺比較不見 對 然後手下巴 然後手小於90度 都是往後擺就好 對從肚子出發 小腿不要往前跨出去 大腿抬就好 小腿放鬆 收下巴 對 對 然後呼吸的話 就嘴巴鼻子要同時吸同時吐 好 對 微開就好 然後可以搭配跑步的節奏 身體可以是 吸吐 吸吐 這樣也OK 好 OK 耶 你搭充電 耶 還可以喔 小哥可以耶 不會太累吧 不會到那種 很喘很喘到不行的狀態 還可以講話 所以基本上 你只要維持在正確的動作 跟好的不平 對 其實就可以跑很久 可是如果你很用力的在跑 對 不一定跑得久 因為你可能第一個頻率太快或太慢 第二個動作可能太費力 你現在有覺得腰痠嗎 不會 沒有感覺 好 這樣就太棒了 至少這集有用 耶 這很有用耶 很酷耶 這個調整大成功 跑步小妙中 OK 調整完成 應該已經算是進場維修完畢了 沒錯 所以這次出場應該可以趁一段時間 出場 但重點是為什麼要找Mona來參加 這次的這個 嬌明來跑步 最重要的是我們在11月底 要一起去參加一場非常盛大的比賽 也就是美金龍接力賽 那這場比賽呢 比較特別的是我們有八個隊員 那裡面每個人平均要跑五公里 五公里應該可以吧 好害怕 應該可以吧 經過你調整 我相信我可以順利完成 應該是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就for fun 跑好玩 然後我們總共會有八個隊員 加我 所以接下來我會陸續跟大家介紹 我們的隊友誰 所以第一位隊員 就歡迎我們的Mona 耶 耶 耶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超中生結束囉 那我們接下來大家可以陸續期待我們 幾支隊員的陸續登場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11月底我們要共同挑戰 應該是第一屆有youtuber去參加吧 所以我們不管怎麼樣都是創紀錄啦 好不好 紀錄保持著 真的 11月大家等著搶 可以繞成話 好啦我是人家梁哲瑞 耶我是莫娜 OK我們就期待下一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 是的 藥